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视镇俱全 舌红胎黄 卖诚实为辩人要点 第二 加减变化 若弃虚者一加人生一补弃 以防卸下弃脱 若阴精不足 一加玄生生地等 以知阴润造 第三 现代运用 我总结一下大成吉汤现代运用主要是两大类疾病 一类是肠道疾病 如极性单纯性肠根主 年连性肠根主 回虫性肠根主 极性胆囊炎 极性胰腺炎 幽门根主 另一类是 毛血发热性疾病 如瘤脑 疑脑 肺炎等 在疾病过程当中出现高热 神昏沾雨 静觉 发狂 而见大便不通 胎黄卖食者 第四 使用注意 本方为卸下的俊计 凡气虚 阴窥 照结不胜者 以及年劳 体弱等 均硬慎用 孕妇 禁用 注意要重病计子 以免耗伤正气 有些同学看到这些 可能因胆怯而不敢使用 告诉你 在辩证正确的前提下 就一个度需要把握 就是重病计子 那么怎么把握重病计子呢 我在临床运用的时候 分两种情况 一是 对于照结不重的病情 告诉病人 只要大便得通 就停止服药 第二种情况是 对于照结严重 腹部脏满肾子 当开始出现水样大便时 立即停身服用 一定要向病人交代清楚 并要求病人按照医足服药 把握这两点 就能够使病血得以解除 又不至于损伤正气 第五 副方 第一是小陈气汤 小陈气汤也来源于伤寒论 由黛华 知识 厚魄 三味药组成 具有倾下热节的功用 组致扬民辅食轻振 第二 调味成气汤也来源于伤寒论 由 黛华 芒 芳 智干草 三味药物组成 具有缓下热节的功用 组致 扬民病 胃肠照热症 下面看一下三个成气汤的比较 在三成气汤中 可以简单的看药物的配有意义 就是 黛华是治疗食 芒肖是治疗躁的 芝食是治疗痞的 厚魄是治疗满的 大成气汤 肖黄并用 黛华厚下 而且加芝食厚魄 因此 功下之力颇俊 俊下热节 治疗 疲满 躁 食 四症俱全的 扬民腐蚀重症 小成气汤 不用盲销 而且 三味药物同间 知识 厚魄用量也轻 因此 功下之力较轻 轻下热节 阻止 脾满 食 而照不明显的 扬民腐蚀轻症 调味成气汤 不用知识厚魄 盲销 充腐 但 代皇与甘草 同间 因此 卸下之力 较前二方 更加和缓 缓下热节 阻止 扬民 照热内节 有照实 而无 疲满之阵 可见 三方的 组成 用量 甚至 肩伏法 都不同 所治疗的 病症 轻重 也不同 好了 大臣 泥汤 就讲这么多 感谢您的